经过三个月的煎熬,郑爽犹如脱胎换骨般,在他身上似乎再也没有少言少语的形象了,而他失去的人设也正在逐渐恢复,新日种种的谩骂声、吐槽声、嫌弃声如今大部分已转变成了支持声,这对郑爽来说可谓百感交集,如果有朝一日能够复出,郑爽真的可以自己出一本小说或者拍一部电影,来呈现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。